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老朋友新朋友们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你是否方便安全地享受全球网络资源 注册海外网站账号 甚至轻松海淘购物 那么你来对地方了 本期视频罗叔将为大家带来 2024年最新的免费美国云主机搭建教程 教你如何快速拥有自己的美国IP地址 畅想全球网络 注册账号无障碍 海淘购物更便利 隐私保护一步到位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带你畅游数字生活 祝你快速掌握实用的数字技能 很多朋友私信我说 罗叔 发现你的频道太晚了 错过了好多精彩内容怎么办 别担心 现在你就点个赞 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精彩视频了 新内容推送立马通知你 实时更新 绝不错过 让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数字技能 开启你的全新数字生活吧 好 本期是讲2024年最新免费转成云电脑教程的 这里介绍一下准备材料 首先网络 网络方面你必须可以访问 五个邮箱 第二个是邮箱 本次教程需要一个Gmail邮箱 这个是Gmail邮箱 第三 我们需要一个Github的账号 这个其实不难 通过变形后的Gmail邮箱 来申请一个临时的Github账号 仅供本次教学测试使用 这是一个临时账号 跟你过去用的Gmail邮箱 或者过去用的Github账号 是不重合的 好吧 这仅作为本次试验来使用 第四呢 需要远程的登录软件 下载安装远程控制软件 IP Reals Remote 用来登录远程美国云电脑 第五呢 还是老生常谈 耐心 由于试验和搭建过程 需要一些时间 和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所以呢 耐心很重要 最后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任何网络的免费资源 注册以及时效性 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 不同收费资源的 有畅行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经讨论 技术上的可行性 想要完全满意 可以购买收费资源 根据预算 找到你适合的方案 您 无需多言 如果觉得不满意 可以止步于此 表示理解 所以本频道所有的视频 根据时效性 会在视频下方 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 内容发展变化的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 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置顶评论很重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好 我们现在需要打开 Chrome浏览器 打入这个网址 这是通过一个Gmail 生成多个Gmail 邮箱 名称的一个工具 好 罗叔本来的邮箱是 安靠罗 点 demo at gmail.com 填进去之后 它就能生成无数个 邮箱 其实呢 这些邮箱名还是指向 原来的 邮箱地址的 好 我们复制一个 安靠罗第一点mow 看安靠罗要mow什么 at gmail.com 好 我们打开GitHub 来进行注册 这就是一个新的GitHub账号 这样大家就不需要用自己的 过去的GitHub账号来做实验了 用一个新的临时的账号进行实验 是比较好的 好 收验证码 这就在GitHub邮箱里边收到 粘贴进来 那现在就是要登录了 sign in 填入我们的用户名 密码 这里稍微填一下 用途 这是你用GitHub 用途 这里点free 好的 很快 GitHub建好了 好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仓库 是私有的 私有仓库 现在来一个仓库名 我们叫windows windows 就是windows的意思 私有的 好 创建 点击创建按钮 好 在actions里边 点一下 点一下setupworkflow yourself 然后把罗书 在视频下方提供的代码 文件里的代码 给它粘贴进来 然后点右上角的 commit changes 好 确认 这样我们在GitHub这边的设置 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是要下载远程登录软件 Iperius Remote 我们点download 罗书特意用windows的电脑 来给大家演示 我们就下载windows windows64位 罗书是比较常用MacBook 苹果电脑比较多 那windows的用户多 我们就用windows来进行演示 好 我们来安装 一路下去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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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定了 这个是很方便的 好 我们launch 给它打开 我们看 右下 左下角的connection in progress 变率 就说明已经连通了 好 connected 好 那我们这一步也完成了 我们返回 GitHub 点击actions 点击左边的windows -2开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代码 好 点runworkflow 点 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按钮稍微等一下 好 那就会弹出来了 小防灯 我们再点start building 这个一切都是在in progress 点进去 那它这边就开始在跑 好 咱跑到最后呢 出现time counter 上面有一个链接 看到啊 id duil 点接着链接 就会出现一个图片 那我们的id跟密码 在这张网址里就有了啊 我们用图片里的id来登录 268 296 459 密码大家可以复制 楼梳下面的这个密码啊 按靠楼 好 我们通过远程软件 现在就直接登录到 这个美国的远程主机里面去了啊 好 那我们现在测一下速度啊 这是大家最喜欢的 最喜欢乐见的 打开chrome 稍加设置 不用登录了啊 fast.com 看一下啊 那肯定是很快啊 上下行至少有一个机 这个是跑不掉的 好 与此同时 我们看看它的IP地址 好 一看美国的啊 美国的IP地址 对吧 有美国IP地址就能做很多事情了 比如讲罗叔也很喜欢 在现在的黑色星期五 马上要来临的时候 去淘一些美国的东西 Polo衣服 是吧 Ruff Lauren 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看看TikTok TikTok也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做电商的喜欢用TikTok 申请TikTok账号 是没有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Ruff Lauren 直接是美国网站 你在中国大陆地区打开 是直接跳到京东的 好 十足鸟 十足鸟 Acterix 好 点一下美国 好 我们也是直接进入了美国的网站 对吧 这是美国的网站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 应该是直接跳到微信小程序了 价格也是奇高的 好 我们现在看看电脑的配置 其实电脑是Windows服务器2022版 为了减少系统的负担 这里边的镜像设置了8G的内存 如果是可以设置16G的 如果你设置了16G 有可能会 做成系统的重负荷 会被关掉 我们还是潜仓则止 不要太贪 有8G就用着啊 硬盘255加74.9GB 两个盘 内存8G 我们看看是几核的 两核的CPU 好 一切都挺好的啊 好像忘记一个事 啊 CAD GPT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CAD GPT 嗯 可以打开啊 网站没问题 免费用 我们来稍微提几个问题 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回答 来体现他是不是可用 问他喜不喜欢中国人 嗯 他答了一个他喜欢吃中国的东西 好吧 这个基本上 该有的都有了啊 罗叔是一年挺忙 现在到年底项目做完了 又换了工作 然后 一切都 稳定了 然后来做了这期视频 好 不用的时候 记得Cancel啊 不要把资源浪费 记住多点几次 Cancel这个Workflow 好 下次再用 再点这个Rerun Jobs 这样呢 就是最安全最保险的 对吧 清托 三缩 硬离 用 清托 三缩 清托 了 几次 清托 有 七缩 三缩